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源 今天是 3月16号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8点19分 这个影片呢 是我临时起义 所以打算要拍这个影片 记录下来现在 目前的这个病毒的情况 现在的时间是8点19分 然后今晚的9点钟呢 我们的政府就会宣布 我们这边到底 有没有封城 我们这边是雪兰俄州 如果封城的话呢 我们会 只能够呆在雪兰俄州里面 去不到吉隆坡 然后原本我们 这个月的20号 因为现在是16号嘛 4天后我原本是打算 带Cherry回家乡 他的家乡在吉打 如果今晚9点 政府宣告要封城的话呢 Cherry他就 回不到他家乡啦 你看这个Zombie OK是这样了 我们刚刚有再讨论 如果这个 目前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 这个肺炎 一种是 像我们看Trendu Busan的那种 Zombie的病毒的话 如果给我选 我们会选哪里一个 如果给我选的话啦 我讲真的 我会宁愿选这种Zombie的病毒 为什么呢 因为 目前这个肺炎的病毒哦 是你看不到它 你不懂它在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可怕的 但是如果Zombie的话哦 只要你拿那些武器啊 打哈咖 拼过哦 至少你还有生存的机率 你懂吗 你会怎样选择 我就是选择Zombie 你也选择Zombie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一点 OK 这样你耶 我选Wires啦 他选Wires 就是肺炎啦 肺炎 所以他选肺炎 诶 你们会选Zombie还是选肺炎 肺炎 我也会选肺炎 Zombie 肺炎 你耶 Selly 我建议快点去买食物 哈哈哈 OK OK 我们现在要竞争这个影片的重点 我记录这个影片 我这个影片要记录的东西就是 我们现在即将要出门 赶快去补我们的那些货啦 因为 如果真的是封城的话 外面真的是没有东西吃 现在已经在有人在抢购物资了 对 因为我刚才看到我的Story 我一些朋友圈啊 他们拍的Story哦 有很多的Mod 那个价值 几乎 已经连一厘米都没有剩了 真的是完全不夸张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Subhouse也有很多人嘛 我们Subhouse差不多住了 七八个八九个人这样 然后我们的 食物的物资啊 那些东西啊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就 话不多说 Let's go 各位就是这个新闻啦 风不风尘 我们首相今晚9pm宣布 然后现在时间是8点25分 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间商场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去看看我们把生这边的商场 有没有吉隆坡那边的那么夸张 我们目前看 是好像没有什么人这样啦 可是我们要进到里面才知道 各位 很夸张 可能现在这个角度你们看不到 但是 我们这样一看真的是很满 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看一下什么情况 哇 各位你们看到吗 很夸张 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各位 空到完了各位 已经全部空到完了 哇 哇 这样我们吃什么哦 我得吃什么耶哦 哇 哇 哇 完全空到完啊 要自己在家煮都没有东西可以买啊 这边也是空到七七八八了 完全空到完 这边也是空 这边也是空 这一个也是空 其实我们这一趟来主要是要买快熟面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用走过去 我都已经有一种预感 那边已经是惨不忍睹了的啦 这边是鸡蛋曲 but 已经是 一粒蛋都没有 剩下的都是这一些 坏掉的蛋 啊 惨不忍睹 ok我们现在 要去 去看那个快熟面的那个转曲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真的 我们目前只看到一个角落啦 好 ok 不要看了 ok 我上去看一下 哇 what the what the oh my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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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一包给我们吃吗 每天那个 Gorean的那个三样的 啊那个很多 那个很多 那个你吃辣面吃到你拉肚子啊 喂 每天吃那个这样辣 ok现在在我前面这边是 油的转区 这是卖油的地方 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这边是 肥面 肥面也几乎是 没有了 这边是 鸡蛋区 也是没有了 这边是 米区 卖米的 也是 可见 七七八八了 这一边 是卖什么的 哦 这边是卖 Vidagen的 哇哦 好多Vidagen哦 空到完 这边也是空 空到完 下面空到完 各位 我眼前的这一幕非常惊人 这一边 是大便室砖 就是车子的砖区 这边根本就是 清一色 哇 在这种时候 他们已经 不管什么牌子 只要有大便室 拿就对了 看到吗 很夸张 很夸张 非常夸张 哈 What the fuck 很离谱 很离谱 我们目前 能买到了 只有这几样 罢了 就这一种 就是一个 好过没有的概念 哈哈 哈哈 你不用煮哦 没有东西给你煮了哦 明天我们再来看 我们吃草了 明天再来看 OK在我们 面前的这些 是我们目前能够 补到的一些物质啦 就是这些很渺小的几样物品 然后洗发液啊 然后几包米粉面啊 这样子 基本上真正很需要那些日常用品叻 你已经是不用舍望了的 因为完全已经是空了 这个是给前的队伍的长龙 排到这边来 这一条也是 然后那边那边那边全部都是 各位我们现在就在排着这一个长龙 然后刚才 我们去那个买菜区那边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uncle 他就好像很 他就很可怜这样 因为他去那边选菜嘛 把剩下的那些菜都是已经是烂了的 已经是不能吃了的 可是他一个老uncle在那边 可能他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食物了 所以他出来想要买一些菜可以吃 可是一条稍微漂亮一些的菜都没有 结果他到最后是没有买到的 然后我们在那边买货的时候 就是经过的那些uncle啊 他们都讲现在这个到底是什么世界 然后这个世界已经是变了 就很夸张啊 这样子所以 可见这边的人 所有的人 都人心惶惶 希望这个肺炎病毒可以尽快的 就是圆满的解决 圆满的过去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 大家都健健康康这样 刚才我们走一下走一下 还可以在旁边就是捡到这些人家拿了 然后突然间就不要了的这些 买落 然后还有这些杯面 这样子看来 其实我们也还蛮幸运的 在这个时候还可以买到这样多东西 排了将近 现在已经有50分钟了 然后预计应该多一个1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了 买一个东西 竟然要拍一个小时的队伍 这个真的是初体验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99 我们来看一下99的情况是怎么样 基本上也是空到7788好了 比A.ON好一点 我们去看一下Meggy面 哇 比A.ON好比A.ON好 比A.ON好真的是 Amazing 至少还有咖喱 至少还有啊 至少还有啊 至少还有这边 对对对 至少还有 哇 空了 这也是空了 各位我们买了很多杯面 因为我们3号是有很多人 所以这些量对我们来讲是适当的量来的 OK 各位我们现在就已经回到了家里面了啦 然后我眼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 这个 D2啊这些啊 就这样子咯 OK 刚才的片段就是 你们目前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商场啊 那些资源都很不充足啦 目前是很不充足 然后我们该去那边也看到一些 比较老 比较老年的人啊 他们也抢不到货 因为他们的体力 不过些年轻人 这样声望 然后他们收到的消息 可能也比年轻人慢 然后当他们到那个商场想要买东西的时候 已经没有物资可以给他们买了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 传达一些消息给你们 就是买东西 适量的买不要 买来顿货 因为对其他人 很不公平 其他人要买都买不到 所以就是适量的买 就是自己够吃够用 能够熬过这个难关就够了 就是不要大量的买来顿货 这是一个不对的行为 OK 这样只要讲才可以够刚刚好叻 有没有一个指标先 就是你自己可以衡量的嘛 你知道刚才有很多人很夸张咯 买印度蜜啦 是香香这样来买的咯 香啦 是算香的咯 你就自己适量咯 你就是不要太过分咯 你懂吗 就不要买来顿货 就是这个 你的心态很重要嘛 你不要一个顿货的心态去买 就是 就是要度过这次的难关的 那个心态去买就可以了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所以 拜拜 我们下 期 见 祝你自己成年健康啊 我们一起熬过这个难关 拜拜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